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希望公园落成后 不但供本地居民用作练太极拳 跳舞 运动之用 让他们有更多机会亲近大自然的同时 也可成为吸引中国游客的景点 他说很多中国游客来访加拿大时 都特地到访白秋恩的户居 但毕竟该处地点偏远 交通不便 但有了这个公园后 便可成为游客的新景点 今天就是这个我认为很有意思的 是帮这个家中关系 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项目 就是其实已经做了几年了 好几年前也有一个构赏 就是做一个在安省 做一个白秋恩的纪念公园 我知道在这个Greve Hearth 就有白秋恩的故居 很多时候就是游客或者其他人来到 去那里是挺远下的 尤其是冬天 现在也没有那么安全 当你下雪楼路滑 好几年前有一个构赏 是做这个公园 也帮我们市长 敏感市的市长 聊过来 也跟FCCM Dr.Kenning 也谈过来 都好几年了 最终就能够 今天是可以宣布 这个安省政府 是会支持这个项目 是会拨款一百万 一百万去建这个白秋恩纪念公园 而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黄虎井 King Square的楼上 的roof top那里 大约应该是 听说是好几万尺的 去建这个纪念公园 都是具体的细节计划 是要帮这个FCCM 这个嘉华 这个环节会 就要谈谈 不过时间希望就是快取 希望或者是用一年的时间 去继续筹备 而希望动土 都希望快的 有时又看看 有没有其他的挑战方面 但是省政府来说 希望这个事成 我知道这个市政府 也是相当支持的 因为好几年前 都是帮市长经过来 他都很赞同这件事 所以今天特别高兴 就能够在这里宣布 这个计划正式进行 大家知道 这个白秋恩 在中国来说 是相当之出名的一个医生 因为他在中国 遇到困难的时候 是主动去中国 而他做这个医生 做的 他做的工作 就是拯救生命 在中国方面 对他这份感情 是相当之尊重 你发觉在中国很多地方 或者学校 或者其他 都有他的名称 而在安生来说 白秋恩 也有他很多的名称 比如说马路方面 Grippenhurst那边 或者学校 都有他的名字 很高兴 能够在万感市 能够做到这个白秋恩的公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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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